欢迎来到学用数学 数学有用 本周想要介绍Georgeboard的3D功能 其中我们要看的就是这个锥体的展开图 还有这个柱体的这个展开图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这个点的位置 可以看到它的变化 也可以最底面呢做一些调整 通过这个操作就可以快速地观察到 锥体跟柱体展开图的变化 然后这边也可以切换一下这个视角 从不同视角来观察一下这个情况 要制作这个也是非常简单 只要5分钟就可以完成 欢迎观看接下来的制作说明